我准备改造卫生间了 在这之前先把坏的地方修一下 马桶的净水阀十号十坏的 需要手动上水 花了十来块钱给它个痛快的 这个脚阀不能完全拧住 只能边漏水边修了 最多一分钟完事 搞定了 这个是好的不换了吧 这个吊瓶可以把这个换一下 虽然不是成套的 但能省点事就省点事吧 有点长啊 再掰一截 这不好掰呀 把旧的换上去 机智如我 行了 再换一个木制的马桶盖 因为马桶盖会不会有点黄啊 金灿灿的感觉 我想把卫生间改造成法式复古的风格 咱也追求一把质感 这真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螺丝天味怎么要搞这么长 完成了 这口不太圆了 把旧的挂钩都拆掉 果然是豆腐渣工程嘛 咋怎么呢 把挂钩拆了 再按回去 等搞完卫生 再用贴纸固定一下吧 原本是在瓷砖期和贴纸之间犹豫 考虑到后期恢复还是选了贴纸 这大概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贴纸选的好的防水贴 哇我真是太感动了 这个质量真是太好了 这是我贴过游戏最好贴的 原来这就是金钱的力量 短的意境 对我的贴纸大业有信心满满了 先把这个瓷砖这固定一下 剩下的明天再贴吧 俺要出去玩一天 嘿嘿